宝贝 宝贝 闭上眼 别害怕黑天 我会陪在你身边 直到你学会勇敢 真的 我才是说害者 贼汉抓贼 说吧 怎么回事 当时我在罗茶街附近逛街 想随便买点什么 哎呦 我要那个 谢谢 然后又遇到了个小学生 我就扶到过马路 学雷锋助人为乐嘛 快把钱给我拿出来 谁呀 不知道从哪跑出那个小孩 用石头扔我 喂 坏蛋 要欺负人也找个 和你个子差不多的呀 我当然不会跟一个小屁孩 一般见识的 你小屁孩 敢打我 找死啊 哎呀 结果 那个小屁孩的哥哥过来了 那是他哥打的你了 不 还不是 守护灵 找货 他哥还带来一个 牛王马大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才是受害人啊 又是那两个小子 原来小学生这么有钱啊 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小学啊 来 睡午觉了 哦 宝贝 宝贝 闭上眼 别害怕黑天 我会陪在你身边 知道你学会勇敢 哥哥 哥哥 为什么每次我睡觉 你都唱这首歌啊 不喜欢啊 喜欢 这是我小时候 妈妈哄我睡觉时唱的 妈妈长什么样 很漂亮 爸爸长得很威武 哦 比哥哥还威武 爸爸可是震魂将 哥哥也有守护灵 也可以当震魂将 守护灵召唤 我只想在一个地方当震魂将 那就是我们家 罗刹街的另一边 可我没有灵力过不去 好想看看哦 哥哥嘴里一直说着的 我们的家 真的很想的话 我们现在就去吧 我难过去 和你出来的时候一样 用我的灵力带你就行 我们要回家喽 回去见爸爸妈妈妈 主公 真的要回去吗 我一直在想 也许爸爸妈妈已经回去了 只是不知道 我们逃到了人间 也许他们 也在着急找我们 不 他们一定很着急 可万一遇到危险 不是还有你吗 不是还有你吗 末将叮当 鞠躬尽瘁 四年了 连个人都没有 镇魂街只会有亡灵 连个鬼都没有 是恶灵 主公小心 不同于人界那些流氓 哪怕是普通的恶灵 战斗的也很强 那 你打得过吗 坏蛋 要欺负我 也找个和你个子差不多的呀 拿得过 我 笨蛋 很危险 很勇敢 你没事吧 哑巴 看好我弟弟 你 好 呀 又好 啊 难道是 曹将军回来了 不 不是 是个小孩 被一个小孩打倒了 没错 那个小孩是个寄灵人 他是不是还带着个弟弟 是的 看样子是老朋友回来了 咱们应该请鬼扶三头来一趟了 有人类闯入罗刹街了 这违反了灵狱的规定 奉龙将军之命 彻底清查罗刹街 哥哥 哥哥 就这么走了吗 我想守护的 是我们的家 但现在这条罗刹街 早就不是原来的罗刹街了 这些奴隶里面一定有人见到过 一定要问出来 哥哥 你们哥我受不了了 你们我受不了了 没事的 你一定没事的 哥哥 你们我受不了了 看我 快 这里 根本不是我们的家 哥 哥哥 走吧 离开这里 去找爸爸妈妈 找到他们 就算找到家了 好久不见啊 居然长这么大了 活得很好嘛 连守护灵都能召唤了 躲起来 没想到这么小就学会了召唤守护灵 把你献给贵夫三通的话 一定大有将士 你以前没有抓到过 这次也抓不到 有了守护灵人也变出海了嘛 可守护灵和守护灵之间 也是有差别的 主公 此人伶俐不可消失 召唤燕青 少爷 请吩咐 给那个小鬼上一课 让他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守护灵 遵命 怎么会这么强 是你太弱啊 但是如果你能从死昏倒活着出来 倒是能变强不少 到那个时候再来挑战我喽 主公 都怪属下无能 我才不要去 放开我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放开我 我要弟弟 我要回家 一点都没有整的 长成和你一样恶心的大人吗 那我宁愿去死 人一定会长大的 你越抗拒 就越孤独 你家团圆这么可笑的梦 你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知道爸爸妈妈回来 人长大了 就变得特别喜欢 能消灭别人的梦想 你知道吗 雨灵士最近才刚刚 发布了一封零年信 信里主要说到一个 叫皇甫龙斗的人 被通缉的事 在信的末尾 提到了他被通缉的各种原因 其中之一 就是涉嫌谋杀了你的爸爸和妈妈 也就是说 你的爸妈已经死了